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是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bo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位於利木縣西北部的日光市 算人口就有將近8萬整 但總共面積達到1449平方公尺 超過台北市五倍的大小 有歷史也有自然 所以每年吸引約600萬人拜訪 我們大約 沽個早上9點半左右到達日光 直接從車站坐巴士 或是走路前往我們的第一站 日光山神社廟宇區域 如果剛剛沒有在東京或火車上吃早餐的話 我們可以吃寺廟附近的上島咖啡 這幾個世紀以來 日光的神社和廟宇 一直被視為神聖之地 而這裡與德川幕府時期的歷史 具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就來介紹日光山裡面 的幾個正奧國寶以及文化財吧 其中最有名的日光董照宮 為大名鼎鼎的德川家康的靈廟 始建於圓河三年 現在所看到這些金幣輝煌的射電群 是寬有11年9月 江戶幕府三代將軍 德川家光 利用一年5個月的時間 動用280萬人力所完成的 大家可以慢慢地散步欣賞東照宮的工藝 首先來看看國寶陽明門 號稱日本最美的門 門上500多個雕刻建築 在陽明門周邊散步 欣賞國寶回廊 然後欣賞另外一個國寶堂門 不要忘記看一下鮑寶最愛的睡貓 由知名雕刻家佐聖武郎所製作 除了國寶建築以外 東照宮境內還有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認真看的話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呢 我們先來介紹世界遺產中的另外一個國寶 倫王寺太幽瑩 這裡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公的墓所 這裡的國寶建築是拜殿 巷之間 本殿 跟東照宮一樣也是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方式 與本殿跟拜殿兩建築間 以十間連接起來 與東照宮顏色稍稍不同 太幽瑩的顏色是以黑色、紅色、金色為主 太幽瑩的境內也非常多重要文化財 大家不能錯過喔 剛剛提到日光的惡社遺似 日光東照宮 日光山輪王寺 日光惡荒山神社 為世界遺產 我們就由此介紹一下 日光的其他世界遺產吧 二荒山神社有1200年的歷史 是日光的信仰中心 也是求姻緣的知名之處 另外鮑伯覺得這個朋友神社的名字很可愛 對了 知名拍照景點神橋 也是二荒山神社一部分 也是重要文化財 跟二荒山神社一樣 倫王寺有1200年的歷史 基於奈良時代的聖道上人所建 本堂為東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築 十分氣派 離開日光山這個區域 現在時間大概是中午12點 也就是中餐的時候囉 總共我們來吃美美的明治館 建築本身為登入有型文化財的明治館 是日本留生機之父 美國貿易商FW Pong的別裝 所改建而成的洋食餐廳 也是Tabelloku的百名店 剛好位在日光的神社寺廟這一帶 所以可以當成一個吃中餐的好所在 最有名的餐點歐姆丹飯 吃起來非常的絲滑入口 在淋上花的時間熬煮了法式醬汁 好吃 中餐結束之後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 我們來淺嘗日光的中餐四湖這一帶吧 搭乘45分鐘左右的巴士 來到華岩瀑布 這個瀑布真的氣勢磅礡 我們搭乘墊覆梯來到了瀑布的底部 觀賞中餐四湖的湖水 從97公尺的峭壁高處傾斜而下 觀賞完華岩瀑布 我們搭乘10分鐘的巴士 來到中餐四湖的中餐寺 這個寺廟是剛剛日光山那區的倫王寺 其中一個寺廟 是一個看湖的好區域 拜訪完四湖現在時間大約三點半 我們在天色變暗之前在湖畔三個鋪吧 松蟬寺湖畔總長約25公里 最大水深為163公尺 是兩萬多年前 南體山火山融為噴發 所形成的燕色湖 明治時期這招號初期 是許多外國外交官的避暑勝地 現在也成為日本人以及國際觀光客的避暴景點 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可以參觀英國大使館別墅紀念公園 建築物是對明治維新帶來重大影響的 英國外交官薩刀義的個人別墅 建於明治29年 現在開放一般民眾參觀 除了建築物本身很漂亮以外 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欣賞中餐寺湖畔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5點 這一區的設施也都慢慢結束營業了 我們的行程也要告一個段落囉 大家可以選擇入住中餐寺湖的飯店 或是回到日光車站附近也有不少選擇 包博文選擇入住日光車站經典旅館 就隔在車站旁邊 非常的方便 除了有不賴的溫泉以外 晚餐的吃到飽的菜色也很豪華 蠻推薦的 我們第二天的行程 就從早上8點的中餐寺湖開始 今天的景點都有一點距離 所以有駕照的人可以選擇租一天的車 用自駕樓的方式玩日光 從中蟬寺溫泉這一帶坐巴士30分鐘 或者開車20分鐘 我們來到湯龍瀑布 也是日光知名的瀑布之一 高70公尺 長110公尺 瀑布從前面的石壁奔流了下 搭配紅葉美景 跟昨天的華人瀑布 給了一種完全不同的震撼感 離開湯龍瀑布 我們搭乘12分鐘的巴士 或開3分鐘的車 我們來到了戰場之源 這也是個400公尺的石原 四周有自然生態健行步道 接著戰場之源的原因 是相傳男體三神與赤神三神 為了爭奪中蟬四湖而在這邊打鬥 所以只是一個神話傳說 並不是真正發生過戰爭喔 接下來我們搭乘5分鐘的巴士 來到中蟬四湖的最後一個行程 龍頭瀑布 龍頭瀑布很有特色 屬於溪流瀑布 水測210公尺的高處傾瀉而下 看起來像是一條湍急的河流 我們也可以沿著瀑布健行 進去觀賞瀑布的氣勢 對了 湯龍瀑布 戰場之源 以及龍頭瀑布 除了可以搭巴士或是開車到達以外 也可以用践行的方式走完這三個景點 所花費的時間大概兩個半小時 現在時間大概11點 我們搭一個半小時的公車加火車 或開車一個小時前往滾中山溫泉 大家可以在溫泉街吃中餐 也可以花點時間買土產帶回家 吃完中餐元氣恢復之後 我們達成25分鐘的電車 或是開車10分鐘 帶大家看一個絕美的自然美景 龍王霞 這也是2200萬年前 噴發了火山岩清洗滾路川河流 而形成了龍騰翻滾的景色 很適合健行 離開龍王霞大概下午4點半 我們的行程已經為生了 回到冬日之前 我們可以路過餃子的都市與都公式 從龍王霞搭車大概一個半小時 寶寶覺得日本的餃子 跟台灣的味道很不一樣 是一個來日本非常推薦的料理 大家可以拜訪百明店 味噌與餃子清圓 味噌加上餃子 加上大量青蔥的口感 應該沒有試過吧 超好吃 那我們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就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 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 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走路橋的頻道 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 包補跟委恩的話 也可以like 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京走路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